欧洲人投票反对乌克兰战争 来源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作者David P. Goldman 在6月9日欧洲议会选举中 选民对建制派政党进行了令人震惊的反对 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Deutschland的内部民调显示 乌克兰战争是德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根据选择党的内部文件 26%的受访者表示维护和平是他们的首要关注点 社会保障和移民分别位列23%和17% 德国的和平政党 选择党和左翼的萨哈拉 瓦根科内希特联盟分别获得了16%和6%的选票 而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仅获得了14%的选票 目前乌克兰战争的最强烈支持者绿党 从2019年选举的20.5%下降到12%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最急于 派兵到乌克兰的欧洲领导人之一 但他的政党在此次选举中遭遇了惊人的惨败 仅获得不到15%的选票 而右翼国民联盟则获得了31%的选票 与德国不同 法国的右翼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有所模糊 但对这位最愿意派遣西方军队的欧洲领导人的否定 显示了反战情绪 此次投票是一种抗议 但还不是革命 西欧的民族保守党打破了单一的反移民模式 但还没有准备好治理各自的国家 在东欧 匈牙利 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 组成了一个反战集团 捷克共和国预计在2025年10月的选举后也将加入 尽管如此 这次震撼欧洲的政治地震 在今年年底前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欧洲民族保守党的下一个里程碑将在9月举行 届时德国的三个州 萨克森 博兰登堡和图林根 将举行省级选举 选择党在这些州拥有决定性的领先优势 德国的建制派政党表示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与选择党组成联盟 但选择党在这三个州可能会得到的多数票会打破封锁 主流评论员将欧洲民族保守党的崛起视为对移民的条件反射 但数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周日的选举地震是选民对乌克兰战争可能升级为欧洲冲突的担忧的回应 欧洲议会的权力有限 建制派政治家德国的沃尔苏拉冯德莱恩将保持多数 比欧洲议会更重要的是欧洲两大国 德国和法国的国家政治的构造性转变 只有30%的德国人投票支持组成执政联盟的社会民主党 绿党或自由民主党 表现最差的是绿党 得票率为12% 远低于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近20% 曾经是德国最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仅获得14%的选票 由前左翼SPD领袖奥斯卡 拉方丹的妻子萨哈拉 瓦根科内希特组成的新党 获得了6%的选票 小型自由民主党仅获得5%的选票 正好达到议会代表资格的门槛 如果这些数字在2025年10月的德国全国大选中保持不变 建制派政党将无法组成议会多数 由前贝莱德高管弗里德里希 莫斯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对乌克兰采取了比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更强硬的立场 后者拒绝向乌克兰派遣训练员 或允许德国的金牛座巡航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但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绿党的联盟 在议会中仅占42%的席位 自由民主党可能无法跨过5%的门槛 退出联邦议院 理论上受重创的主流政党 可以以微弱多数组成政府 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将变得无法治理 这就是为什么9月的地区选举 可能成为德国政治的转折点 在东德最大的周萨克森 选择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以31.8%的选票名列前茅 基督教民主联盟以21.8%位居第二 在图林根 选择党有30%的支持率 撒哈拉 瓦根科内希特联盟有16% 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 分别只有20%和7%的支持率 在伯兰登堡 选择党也以25%的选票领先 选择党和瓦根科内希特的党 可能在一个或多个州 获得足够的选票进行治理 更有可能的是 主要政党之一 将不得不打破封锁 与选择党组成执政联盟 选择党在周日选举中的成功更加显著 因为在选举前的几个月里 德国主流媒体和安全机构 对其进行了大肆抨击 今年早些时候 德国的联邦宪法保卫局 将选择党标记为右翼极端组织 选择党起诉了政府机构 但在5月13日的法院裁决中败诉 选择党的欧洲议会首席候选人 马克·西米利安·科拉赫 Maximilian Craig 受到了比任何政治人物 除了唐纳德 川普之外 更多的批评 4月23日 科拉赫议会办公室的一名员工 因涉嫌为中国间谍活动被捕 随后 图片报披露 这名涉嫌间谍是中国一德国公民 是德国安全部门的长期现任 德国顶级新闻周刊明镜 4月26日的封面文章标题为 叛国 毫无证据便声称 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付款 暴露了选择党为叛国者 明镜宣称 选择党自称爱国 但来自俄罗斯的可能付款 和涉嫌的中国间谍 揭露了他们是国家的叛徒 尽管如此 选择党在周日的选举中表现 超出了其领导层的预期 最重要的是 许多年轻德国人 投票支持选择党 与投票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人数相当 根据出口民调 30%的年轻选民支持选择党 这反映了年轻德国人的深刻不满 他们不想为乌克兰战争而战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面临着移民团伙的威胁 他们抱怨 政府每月向一个四口之家 发放的3000欧元的福利金 超过了普通大学毕业生税后收入 四分之三的福利金领取者是外国人 埃隆 马斯克6月9日在推特上写道 为什么有些人对选择党反应如此负面 他们一直说极右翼 但我读过的选择党政策 听起来并不极端 也许我遗漏了什么 选择党的过错不在于右翼极端主义 而在于其提倡德国主权 而非跨国的大西洋主义议程 2023年8月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欧尔班与塔克 卡尔森对话时指出 德国未能因北溪天然气管道 被炸向美国表示抗议 实际上证明了其主权缺失 匈牙利总理精确地指出 美国的深层国家 对德国的安全部门 媒体 智库和其他公共生活机构 有着过度的影响 美国在德国的驻军 只有38000人 远低于冷战高峰时期的20万人 但实际上 德国仍然处于被占领状态 选择党的政策 不能简单地归类为 亲西方或反西方 其领导人同意匈牙利的欧尔班 所说的乌克兰战争的无效性 像欧尔班一样 选择党在整个加沙冲突期间 表示坚定支持以色列 他对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持开放态度 但社会民主党总理奥巴夫 舒尔茨也是如此 他在4月中旬 带领12位德国首席执行官 访问了北京 大多数选择党领导人 都是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 他们认同已故的赫尔木特 科尔领导的政党 这位被低估的总理 主持了国家的统一 在安格拉 穆克尔16年的统治下 基督教民主联盟 逐渐向左倾斜 支持2016年的大规模移民 和关闭德国的核能工业 以安抚绿党 选择党希望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 应该成为的政党 其一些高层领导人承认 他还没有足够的领导深度来治理 这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短跑 一位选择党领导人告诉我 然而 选择党在9月的三个州的选举中 可能取得的胜利 将给选择党第一次 在州一级行使权力的机会 选择党领导人 希望这将为该党在国家一级治理 做好准备 感谢观看